这两天公司年底比较忙,没有怎么更新 大家见谅,这期咱们聊一聊电子游戏 说起SNK,从街机移植到古巴战士和怒 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 这期咱们就聊一聊SNK街机专用摇杆 我手里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这是摇杆用的握手小球 当年SNK的专用街机可不是这样的 SNK为了卖出更多的基板 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 捆绑推出了专用的矿体和专用的空台 没有这个,你就无法体会到游戏的精髓 无法体会它带来的快乐 我记得是1985年 SNK就推出了一款大坦克 类似坦克战 纵版射击游戏 就需要用专用摇杆 除了进行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以外 另外四个方向需要控制这个摇杆 进行一个左右旋转 来进行另外四个方向 非常的奇特 但是也非常坑爹 造就了游戏难度相应提高 还有大家熟悉的怒 在FC上用手柄控制八方向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在街机上也是必须用专用摇杆 我前几个月逃了一个基板 古巴战士非常的开心 结果接上街机以后呢 发现没有专用摇杆 人物可以前后左右移动 但是枪口永远是朝一个方向固定的射击 非常的难 导致无法进行游戏 由于年代久远 这些专业控台都无处可买 导致我现在忘记星探 无法可玩 但是今天我要分享一个东西 它是1987年SNK发售了一款街机游戏 但是没有移植到FC上 导致国内很多小伙伴没有见过这个游戏 而当年这个游戏因为需要专用摇杆 国内很多街机厅没有引进 这个游戏就是1987年SNK出的纵版射击游戏 百慕大三角 游戏可以脸进行 控制的类似像飞行器一样的东西 从下往上重版射击 敌人全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外来生物 在飞行途中可以吃各种疗机 要配置真用摇杆 进行一个斜前斜后 左前左后来进行射击 所以难度颇大 当年国内玩过的人挺少的 机缘巧合 我搞了一个1987年SNK原装空台上的空台面板 一个窟窿看着难看 我网上订了几个专用的按键 先给它堵上 期待有机会买一个专用摇杆 给它装上 自己DIY一个空台 这样就离我的童年梦想更进一步 期待早一天可以玩到我童年的大作 古巴战士 喜欢怀旧文化的双击评论点赞 谢谢